你说最好的人 你好 咋呗 请问是周小姐吗 嗯 你有什么事吗 有位姓王的男孩给你点了首歌 还有一段话带给你 方便听一下吗 你烦不烦呢 定来说什么了 她说不知道 还有没有资格叫你宝贝 这是我们分开的第三十天了 希望你不会排斥 我这种做法 因为我想再主动一次 因为是你 我不舍得转身 更不敢想象你的转身 那种感觉如刀绞 我想试着把你找回来 分开前那次争吵 我没有扛住生活上的压力 一时情绪上来 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了架 双方互相说了很多扎心的话 还因此锻炼拉黑 我想说对不起 宝贝 我爱你 遇到一个真心爱她 她也真心爱我的人太不容易了 我在情绪上头那一刻 忘了你所有的好 满身是词地伤害了你 只顾着吵架说横话 却忘了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且让我再纠缠你一次 也再给纠缠你的人一次机会了 请你不要反感 这不是我的本意 我只是不想失去你 看来她这次真的是知道怎么 才会总结了 看在她这么爱我的份上 那我就大发辞职原谅她了 你让她八点到我家楼下等我 不能空手啊 再什么自己想 好了 就这么多了 不要哭 我的心爱的人 我最好的玩伴 是同时的缘缺 至今或是转弯 我们最终都会相见 在城市都可快交出 在西洋西消失 在玩家等活的 偶尔双城沙里 人们是一只相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